自今年3月以来,中国以黄金为基础的人民币原油期货横空出世后,日程交量表现强劲,也已经开始带动欧美等市场键盘的活跃度,甚至都让美国交易员频繁的订阅盘了。 路透社也在近日称,人民币原油期货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不断上升,正在削弱石油美元的市场地位,该外媒进一步称。 接下去,中国已即将用人民币大规模结算进口石油,至此,以为这石油货币新兴石油人民币正在悄然升起。 同时,战略石油储备货原油库存量,对保证经济各个部门的能源供给其稳定油价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但我们也多次提到,中国的油储比之前有公布,这自然就引起了包括美国等国际石油公司的猜测。 据李昂证券分析师,在今年稍早前预计,中国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0到50天。 据新华ERGP在2018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增长1.3%,但并未公布具体库存规模,所以难以估算实际石油需求。 不过,据标普全球普世公司SP Global Plex在1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中国原油库存增加2909万桶。 这较9月库存增量,突然飙升至4倍416.7%,较去年同期水平也上升近9%。 据标普全球普世计算显示,从存量水平来看,10月底中国原油供应总量为4.1596一桶,同比增加21.3%, 该公司微信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因10月油价连续下跌,原油进进口量激增,而中国的一部分链场活动增长幅度放缓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据11月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的进口量,同比增长8.1%至3.7716一吨,相当于906万桶日。 而10月中国原油进口量更是较2017年同期增长32%,打破了2018年4月960万桶日的记录。 与此同时,据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则消息称,中国已建成九大国家储备基地,而根据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前,中国要形成相当于100%石油进进口量的储备规模。 另一面,近几年来,中国的石油企业,也已经开始在全球收购和投资了大量的油气田。 机构分析认为,大部分的原油,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 同时,正如本文开头,按路透社的分析所说,中国在接下去货也即将用人民币大规模解散进口石油后,也将帮助中国加快战略石油储备速度,并为未来的能源需求提供保障。 不仅于此,此刻,全球能源市场也正处于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迭代的交汇期。 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新能源的探寻,还是对传统能源的升级和利用。 中国无疑走在了前列,而就当市场还在为OPEC石油产量暗度存仓,及外界热菜中国的原油存量之际,中国经济获以占据新能源高地,并创下了全球绿色能源之最。 对,比如,我们多次强调,像核电门华罗一号,人造太阳项目等,在中国很热,但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核能公司显景却暗淡。 而可燃兵这项新能源技术,中国也仍要正式实现可燃兵的大规模商业化开采。 这就意味着中国将用上比石油更加清洁的新能源,而在这一技术上,中国也领先美国、日本等国外公司。 同时,中国对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应用也非常广泛。 而这在中国已即将用人民币节省进口原油让开石油美元或削弱其市场份额,并对充美元波动所带来能源进口其成本溢价风险。 原油固存大幅增加极多个新能源领域的探索,以在未来减少对进口传统能源的依赖,或已经让美国的传统能源工业体系感受到那些能源危机。 同时,中国正在全力提出的绿色能源合计时代,实现了众多重大新能源领域的突破,并确保这些新能源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玩,Bug中文网作品,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或转化视频、音频等,为者必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